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炮直居对谎开局 应该说也是上来就战斗 然后顺炮在男子大赛中应该是出现的很少 顺炮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开局 我们看这个古谱 包括什么菊中蜜 金鹏十八变 这个顺炮都很多 它是一个对公性很强的开局 但是顺炮为什么现在走得少了 因为双方整体来看都是同型的棋 同型的棋毕竟红方是先走的 它可以先发制人 它有一先导权 也可以选择自己更擅长的一些步骤变化 或者这么说 红方第一步走炮 黑方你也走炮 这是以钢对钢的这种打法 对 这个就是双方容易形成的更加激烈的对公 还有裂炮局也是 对 古谱里也经常有这种裂炮顺炮 裂炮就更吃亏了 裂炮双方是同型 这个叫做同炮 都是有中炮 这个就是说从策略上来讲 黑方是选取直接对公 如果用钢揉来看 就是以钢对钢 所以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是讲究钢揉并器 你对方是钢 我要揉 所以平骨马和防骨马 更占了主流 所以说 但是作为我们爱好者来讲 应该说的 从小学起 从最初的学起 应该是先练 这个外甲功夫 是先练这种对公的招式 但是到了你成为高手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高周并记 有的时候 更多的要以柔可抗 对 红方 居平二 黑方足迹一 这是顺炮直居队 缓开居 红方马八进七 黑方马二进三 红方再走并记忆 这里边这个次举都是很讲究的 对 为什么先上马 因为你先拱骑兵 对方居久之一 这里给大家摆一下 你先拱骑兵 对方你再上马 对方就有足三之一了 对 可以从这个三线 对 你拱过去 对方居久平三 这个居从这个三路线杀出来 除非红方来讲 这个旗就意思不大了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红方先上马 是保留这个变化 那么黑方 如果要足三之一的话 这就比较少见 这个也有人在走 但整体这个动作 就是显得太强硬了 人家 红方可以直接巡河鞠了 巡河鞠 对 是 把三级兵一对开 那红方还是稳定 对 所以黑方的马上进山 也是比较正确的 红方这个时候 再走兵器进行 这就避免 从三线撞出来的 这种可能了 是 走到这儿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这个局面了 这个布局 是在七十年代 比较流行 因为上海队 最早走这种海事顺炮 就是双正马的顺炮 那个时候在七几年 这个布局 有一度比较流行 那么当年 洪荣华完成 十连霸的伟业 就是79年 获得全员会个人冠军 洪荣华在他自己的运动 生涯当中 完成十连冠 对 战胜 这个北京富王明 傅老师 这个对局当中 就是采用了这个阵势 当时黑方走的是 炮日子四 对 炮日子四的变化 当然 时代跟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过去三四十年了 黑方呢 这个攻守的变化呢 也是进一步丰富 如果走炮日子四也是可以 对 这个齐洪荣 就是黑 当时黑方这种 有些很幸运的走法 现在洪荣呢 也是进一步这个探索 这个炮日子四呢 就是马七六 或者马七八都可以 对 这是两种不同的攻法 也会有复杂的变化 实际当中的黑 马七七六可能相对要稳健一些 对 黑方走居酒精一 对 除了居酒精一外 还有居酒精一 这个 这个是有微妙的差别 对 居酒精一呢 就是保留居酒平八这个对居 居酒精一呢 就是你彻底没有居酒平八的机会了 是 对 所以这个次序呢 这个顺炮要求你更加走得精确 对 在布局上就是 顺炮就是 本来就是一种短平相接的这种感觉 对 所以次序就很关键 他走居酒精一 他居酒精一 我们看实际 红帮居二金四 对 这个孙永征呢 来自上海队的选手 也全国过军级的特大 人送外号 你知道孙永征有几个外号吗 孙永征不是有一个外号是齐天大胜吗 对 他们由于姓孙嘛 对 所以说 挺有意思 同姓 管他叫这个孙大胜 对 还有一个呢叫做 什么猫 白猫黑猫 白猫啊 对 因为有一年这个联赛好像孙永征 还跟上海的这个谢静特级大师 他俩都是发挥非常出色 都是得分手 为他们获得冠军打下很好的基础 得分手 所以说大家都说是 他俩并称白猫黑猫 说明他们很厉害 对 红方缺二斤四 就是准备对兵 对 这个孙永征的旗呢 他还比较有力量 这个 比较擅长于这个短冰相接的这种格斗 对 黑方黄海林呢 来自广东的这个选手 这次呢是代表二队 对 这个参赛 黄海林呢 布局呢 非常出色 对 很早之前就听说他在布局方面 就是下的功夫非常大深 就是说 那生熊羽军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对兵 但是他不马上对 他先走 他是先走的炮阿平 对 他是先炮阿平走 因为他也不着急 对 黑方呢按照计划而行走炮了进四 对 炮了进四 因为他不愿意被他牵住 这个被牵住呢 他总感觉还是有一点痛苦 对 这儿 就是说他保留平炮压马和打兵 红方这个时候兵三级队变 那么黑神方接受 红方吃掉 黑方在马七七六 对 这个局面呢就是黑方走得很奔放 是 因为我们男甲呢 就男子甲的联赛呢 是比较开放的这种比赛 对 因为是快期 20加5 应该说是速度很快 所以说给大家呢 有很多这个展示 各种这个思路的机会 因为慢期呢 相对于快期来讲 肯定更严谨 对 你出漏洞的时候 就要是概率要低了很多 快期呢 就说有一些 不是绝对成熟的东西 你也能拿出来下 对 现在男子联赛是这种快节奏 所以说很多顺炮啊 这个后部列炮一些 这也出现了 冷门的布局都会出现 而且也带来更多精彩的一些变化 对 红方区三平四 一顶 对方马流退霸 这个不能吃响 吃响的对方对居就抢先了 对 然后红方选了一个 他当时走的是马七七六 对 按照正理来讲 要考虑出居啊 跳马啊之类的 对 但是红方呢 这个孙大胜呢 走了一个马七七六 这个思路呢 是很奇特啊 但是从旗上来看呢 就是说 红方是想出旗并 对 从旗上来看这条旗呢 不是最正确 对 这个在我们小时候学的时候 不是说我这个 不能被对方猴拉马 不能拉住 对啊 对啊 好而退一 这不是把居马给拉住 对 感觉这个不符合其理 对 孙永珍呢 实际呢 他是知道这个原理 对 不能让人拉住 但是他之所以 偏偏让你拉他 他是有他的思路的 对 他就说的 明明是高手 知道这个最简单的常识 但他故意让你拉 然后他呢 还有一个 不可忽视的原因 就是说他 觉得黄晓琳 这布局非常好 然后如果走的这些招法 都是常见的思维啊 容易进入对方的圈套 是 我呢 走一招 你可能想不到的招 这个也有蛮好的效果 我这招呢 又 又不是很差 对 所以这个目的呢 正是在于此 所以说这个正常的思维 肯定你上马也得马七八 对吧 要不你出居 对 他故意走了一个马七六 这个棋呢 也是引起了很多 这个大家的这个关注 这个马七六 那到底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我们来看 对方泡二十一 就拉住 这个肯定要拉 对 红旺先出居 居平二摊上 黑方也出居保住 然后红旺泡就平息 他就说这个意思 你呢尽管能拉住我 但是呢 你没有更有效的后续手段 对 红旺呢 还是想 将来关键的地方呢 还有什么 居四尖二 还有可能这个来摆脱这个签字 关键 黑方现在吃不着 红旺这个六路马 嗯 这个怎么去攻击呢 因为他居酒瓶四 他也吃不到 居酒瓶四 你那个居就没跟了 对 居酒瓶四 我还可以泡我盆肉打你去 对 你都不敢吃 对 因为你那个杠子鞠啊 霸王鞠啊 要当这个根屎了 互相连接在一起 你没有时间来攻击这个马 对 那黑方 黄和林这条鞠走得也不错 他租三级 不 不 这时候租三级 他是不是可能 对 就是说避免他租三级打 他是先走了一个次鱼 他先居酒瓶 对 他这步 他先桌 先钓入你这个马 然后保留马 八进七 这种往里跳的机会 然后他飞了个边向 是 他向他进行先飞了一手 然后他再组三级 这个棋呢 他们两个在这个临场比赛的时候呢 我也通过这个平台啊 进行了一个直播 确实黑方走得还是不错的 对 这个开局以来走到这呢 对红方的先手呢 也有十足的挑战 红方这个棋 他 红方这个 他飞边向就是想摆脱这个 鞠马牵制 所以他现在就只能 居四尖二 对啊 嗯 他 居四尖二 对他居四尖二 因为你这种马八进七 不是跳不上来了吗 对 那只能 黑方也就是一个交换 嗯 泡尔平四 换掉 嗯 换掉 然后双方是换了一个鞠 鞠八紧八 这吃掉 吃掉 然后它 它整个鞠一片 五方再鞠一片 嗯 这儿等于通过这个简化呀 双方换掉了 鞠和马 嗯 剩下这几个子呢 现在七路线是一个焦点 对 但是花林呢 通过这个 点鞠呢 来有效的呢 化解了这个 危机 它走鞠二斤四 对 鞠二斤四 这个走得很积极 因为你冰七斤拱过去 它鞠二平三 那 那这个 黑方跟你轻松 反向 如果你要是向七斤九的话呢 这个其实黑方还有个炮四斤二 好 这个 这 挺痛苦 或者它再鞠二斤一点一步 对 鞠二斤再点一步 你这个 鞠二斤再点 你炮打出去 它 非你是先手 而且它 将来它对方可以炮五斤四 打你中边 对 这个棋 红方呢 这个两个边向飞起来 这个中路太单薄 没有什么 红方阵型太散 没有这个便宜可转 所以说呢 走到这儿呢 我感觉黑方还是获得了 十足的抗衡的局面 对 但是孙永征呢 这个棋 确实它也处理得不错 就是说 因为双方是快棋 它 没有那么多的思考时间 但是它这个 临场呢 它的反应还是挺快的 孙永征马上就把它打掉了 因为你拱肯定不行 拱它捉你 是 这个棋反而黑方占优 红方这个阵型不对了 所以它要打出去 必须还要有这个先手 那它肯定先安静 一先 对 这个相不能救 相打掉了 黑方肯定得不偿失 也不太可能 对 先补一手 红方炮 七平三 它子正好往右一调动 这儿红方呢 先吃一个兵 如果你黑方呢 你要激情防守呢 红方也乐得其所 我先吃一个 冰了 黑方去二平三 把它吃掉 他也得去二平三吃掉 对 应该说走到这儿呢 就逐步进入了关局 终局的关键地步 然后红方走去二平三 去二平三 来准备用这个炮打底下 这个时候呢 到了最关键的这个地方 到底黑方呢 这个棋应该怎么去下 怎么下是较为正确的呢 或者说最为正确的呢 我们稍后呢 将带给大家的 这个实战的情况 本局呢 进入了关键的时候 我们大家呢 一起来看这个 终局的战斗局面 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呢 到了这个决定啊 这个 双方这个 主要走势的这个地方 对 当时 黑方呢 这个地方呢 他走了一个飞边向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方式 对 后来呢 这个棋呢 就是比较落后 实际上黑方这个棋呢 比较强硬的走法呢 也是切实可行的呢 应该把红方这个底向的剁掉 那这直接人家 看着将军还挺厉害的 他知识 知识 你平炮 他15斤6 这样的局面啊 应该说红方也有很多顾忌 对 下部棋 他可以聚在那边 黑方也可以抛四平二 对 他也有平炮的棋 这个棋 双方呢 应该说 互有顾忌 这棋 感觉都是像同行似的 双方都有一个底线公式 但是 同行暂时还不同 还差几个次序 是 就是这个棋 作为红方来讲呢 也没有一个非常妥善的方法 来能够取得优势 对 因为这个东西 你马一跳 人家先打你中将将 你去打人家中兵 人登了你 你吃人退个像 把你中区系住了 你这个缺像呢 是怕炮的 对 所以说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黑方呢 完全可以这个看好 实战当中呢 黑方呢 这个判断形势呢 稍微有些问题 他走得像 七星球 他这也是一种 想要先防住的这个想法 那红方炮三平二 然后再推炮 他四路炮退回来 反正我想着你这个底像 也早晚 因为他的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将军的时候 对方呢 准备上老将 对 如果真这么走的话呢 还红方真没有什么 直接的手段 因为你没有手段 再渗透了 黑方 马也跳不出来 对 黑方下步 还要吃你相了 所以这个棋呢 红方也是有顾忌的 对 实战当中的红方 就处理得比较好 他不先将 他呢 这个孙永征呢 确实这个中区啊 他走得很结实 是 他把这些棋呢 看得很准 他的就很实惠 他先炮打中 足以降 这可能黄岸里没有料到 这感觉 看着是要丢子的小走法 不是 他不是丢子 对啊 不是炮是平衡吗 对 因为你登 然后有个太巧 登掉的话呢 红方呢 肯定乐于接受 是不是 像落相 他还可以下底炮 或者补个相 先补着像 先把自己的这个阵型稳住 是 这个棋肯定是 红方呢 比较乐于接受 红方先 对 多冰 而且冰重好 所以一打僵 黑方呢 强硬地给它还炮 红方 底线一将 对 它落相 它如果补像呢 人家炮武器上打出来了 或马三进入 倒不行 它有聚酸瓶死 对 它主要是 炮武器上打出来 那这个棋可能是 还是跟实战是 跟实战可以还原 可以还原 可以还原 它在杀 在杀底下 它等于实战是 先杀的底下 对 这个道理一样 它打一将 它再补像 对 它正好是向七进 补一手 对 这二呢 它最主要是抽着 这个对方的拘 所以它这个拘比较多 对 拘比较多呢 它就能把这个中胖 拔掉了 拘三推二 也抽着这个中胖 所以它呢 红方是有把握 能够把狮子得回来 它实战组 拘三推二 它将把狮子吃回来 对 把狮子吃回来 它是打向了 黑方 对 不能不打向了 是 如果直接走 炮五平二呢 这个动作也慢 因为你毕竟 没有吃到物质 它先打向 然后它炮 G五平三 G五平三 对 然后15斤6 这儿呢 等于是双方是 鞠马炮 对鞠马炮 这个对攻呢 很激烈 是 这个到底谁好呢 红方是多物质 这个是一个 明摆着的优势 中兵很关键 这个 但是呢 黑方呢 对红方呢 也不无牵制 它走15斤6 因为这个地方 不能出降 出降 它马三一一跳 就高跳马了 对 那速度入局了 它知识呢 也是实在必行 这个时候 它如果G三名字 吃试呢 倒是不一定 它炮我平一 炮我平一 这个底线也有公式 对 红方这个时候 走了一个退炮 打G 他当时这个 直接退炮一打G 黑方这个G 他当时实在是 走了G三退一 这个G三退一啊 因为我现在 不退炮打你去 我没法马三金四 等你中炮 对 因为你上马 对方G三平五 还有G三平一 对 正好把中兵吃了 所以我现在是 希望你的G躲开 我就可以马三金四 等你的中炮 这个棋啊 黑方呢 实战呢 他走了一G三退一 这是一步败着 但是实际上 这也是个 很合理的走法 因为你这马三金四 防止了 对 这个黄哈林呢 应该说这个前面的 走得非常好啊 对 这个给红方呢 也是提供了很多的难度 是 这个G三退一 这一步棋啊 应该说呢 主要是啊 没有看到红方啊 继续拓展攻势的手段 是 黑方这个棋只能G三间 嗯 它的好处呢 就是下步棋 可以走炮五平一啊 去有这些反击 这个棋呢 就说的 还是可以与红方呢 一战 是 按照您的意思是 他就得以弓带手 对 他不能就是单纯的G三退一 这么防范 如果你再并武急 他回向手一招 对 你中间一样 他再补向 以后这个炮五平二 还是个先手 对 炮五平二或者平一啊 根据这个需要吧 差不多这两个 对 然后将来呢 这个红方呢 还没有这么简单 比如说你冲冲冰 这基本上叫杀了 对 你回向了 他有可能马三十四跳 对 跳马也是可以的 跳马如果你再冲 我就可以炮五平二了 对 你这好中路给我拦截 这儿 只因为中心你离不开 对 也有这种可能 就是我 我就死被船网上扑出去 对 这个走法还是可取的 这个点到这儿 就是将来我也平炮你之事 我先将你 对 若是我再沉底炮 我把你这个老舰呢 打到三楼来 三楼 或者我就有一个底炮的威胁 对 这个地方是最关键的 就是黑方走出军三阶二呢 尽管要亏一点 客观说要亏一点 因为他毕竟呢 少了一个兵 要稍亏一点 但是还不至于这个致命 对 实在呢 这个黑方这军三队一啊 走得不好 这个军三队一呢 他没有预料到洪方呢 强行有一个兵武经营 对 洪方这部 冲兵也是 就是觉得兵 先把兵送掉 这个想法也是很巧 因为你居一吃 他泡的兵武一僵 僵就 其实不知道该怎么调整 那只能躲居吧 躲居 躲开再吃是 以后马三斤四的位置 对 那儿黑方也是要吃亏一些 对 就是你现在吃冰 他一僵 你再平的话 他就 他就把你这个试吃掉 对 这期 你跳马的话 他可以僵的就平六 对 再吃一个 这儿就是说洪方呢 比较简洁的手段呢 多试相 将来可能是就获胜了 对 可能主要就是 这个中兵弃掉 反而这个中路 中炮有一些公式 是的 所以说这个洪方 这个中兵的走得很好 给了黑方 这个一个很大的威胁 是 然后他 这是当前局面下 一个很精妙的一个选择 就是洪方 往往不会把中兵弃掉 对 洪方这个初中兵这个构思呢 飞鱼首相 那洪方就居三平四 就先得实惠 对 吃掉 然后他知识 洪方再居四平再回来 对 再居四平再回来 让他居三平五 对 黑方这时候想 看看中路有没有一些写 居三平五 然后他兵五平四 等于就下到现在 本来是居马兵 对居马兵的一个 对 现在等于洪方 在进攻的实力当中 多了一个过河兵 对 本来是居炮兵 对居炮兵 这个过河兵呢 就是成为了这个决定 最终胜负的 一个重要的一筹 对 就是说洪方进攻的力量 多了一个兵 而且还多了一个视像 所以说这个局面呢 肯定是洪忧 但是黑方呢 目前还有一点 防御的能力 是 并不是说的 这个绝对就输了 因为洪方呢 这个后防呢 也有一些不稳的地方 实战黑方呢 也没有走好 对 他实战是炮平一江了 炮平一江 这个江呢 倒还可以 对 他也失漏进攻 王府市 黑方走了一炮一江二 对 这是最后的白州 想要赶紧再形成底线攻势 对 这个棋啊 他明显 就说你是同型的 对 对不对 等于都是双方各有一个底炮 还洪方先去杀你 他还多一个兵 这个判断的方法就容易了 双方都是这种底炮 都是这个马 对 洪方还多一个兵 这个棋 肯定黑方呢 杀不过了 那么黑方呢 只能改变策略 对 就是用炮打向 这个给洪方的一个最强的签制 底线这个 那马三退一 马三退一 我就炮在平一步嘛 我老是要底线将你嘛 就是我把你狙牵着住 说这个棋这么一打 还是给洪方呢 就是迎棋呢 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对 你还不是说的 马上就赢我 因为我这个底炮牵着你啊 你的马和炮 我要锁住一个棋子 对 感觉这个棋 这个难度很大 对 因为顺炮 这是鞠马炮 对鞠马炮一个 双方骑行基本相似的一个对杀的气 那么黑方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分析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为什么不可取呢 是 这是黄远琳呢 这个是一个形式判断的失误 恐怕也在 你看实战当中吧 也是这样 你看红方也是下地炮 他先要抽你 你只能防守 对 我得先出来 现在你的鞠还没平开呢 等于红方先动手 红方还多兵 那这个棋肯定 如果黑方这时候鞠在这儿 是不是还可以再战斗 黑方鞠在这儿 那要好一些 对 但是速度上又慢 红方呢 还走得很老练 对 他一僵 然后他对鞠 对 这个边向这好起到作用了 就是我们说这个棋啊 他回到这儿也是红方占优 是 红方的优势呢 也不可动摇 但是他对鞠呢 那这招的棋呢 就是更加符合实战精神 对 因为你对了鞠呢 黑方也没有好的出路 对了鞠这个 少失相 这个残局肯定是没办法防守 红方应该说是 也是盛事 作为职业棋手 一看就知道 这个棋如果鞠对了 肯定是要输 正好对鞠还是抢了一步先手 那只能鞠五退 赶紧回来防守 就是说对了也是输 不对呢 也是南下 对 红方鞠将 将他知识 这会儿随忠还很老练 就是说我们这些男子 特大呢 就是控盘能力很强 对 他呢 其实这个初帅 去杀对方也够了 是 但是他呢 不给对方呢 这个任何反击的机会 他退炮 把你这马路封锁 他这部退炮 真的下得很老练 对 就是不给黑方一点 这个反击的机会 对 他这样呢 就是方便控制局势 就是后边他就不用担心 桌炮就马三斤四跳上来 对 下部眼睁睁看着 这个帅我评了 这个初帅 走到这儿 这个旗已经下完了 对 他走这儿 他初帅 洪方 对 最后几步我们 最后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对 他那这样子 那一个交换 这个旗就 对 没有什么内容了 对 一将 一马三斤五 下部马五斤三 对 马五斤六 当然这个兵要保住 这个兵也可以下去 是 这个旗就没有办法了 是马兵的一个组合杀 对 那么最终这盘棋 红方取到了胜利 应该说 这盘棋 在比较老实的这种顺炮里边 双方 有很多关键的地方 还是 对我们很有启发 对 终究对策还挺 精妙的 希望大家从中 也能够学到一些 有益的知识 好 非常感谢大家 对象棋世界的观众 好 朋友们再见 好朋友们再见 好朋友们再见